近来菲律宾开始实行封闭措施 人们也都该在家做好健康管理 避免出门群聚 巴拉旺岛是菲律宾的高人气景点 平时非常热闹 现在观光客变少了 但最近巴拉旺岛附近的水域却出现了让人惊奇的画面 海面上竟然出现了无数粉红色的水母 远远看去 一个个粉红色的水母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番茄 让人含毛指数 鲍州Griffith University海洋生物学博士 Sheldon Ray Boko在推特上分享这件事 表示因为观光客减少 水母的息息地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海面上出现了上千只粉红色水母 整片海域变成了番茄海 受到气候和洋流的影响 这些粉红色的水母一般会在三月出现在巴拉旺岛附近海域 但因为往年游客太多 水母通常会住在靠近海底的位置 不会漂浮在水面上 今年情况则改变了 巴拉旺岛附近海域出现无数粉红色水母 少了人类的影响 动物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 那么多粉红色水母出现在水面上 看起来太壮观了 延伸阅读 来源推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